來看到台電年年虧損 公司發不出鼓勵 也讓股東們苦不堪言 甚至到了這股東會的現場 對著董事長來狂轟 超大分被怒吼直接開嗆 董事長台電21號下午 舉行年度股東常會 聚焦財務虧損供電等議題 想不到卻有股東當場開轟 你不能用我們台灣電力公司的錢 去補貼人家 然後你造成我們五千都一的虧損 然後就把那時候甩鍋台電這樣對嗎 不滿台電虧損嚴重 沒法鼓勵到現場 對著董事長狂轟 看看台電二零二三年 隨後競損達一千九百九十九億元 截至同年底累積 虧損達到三千八百二十六億元 調漲電價可能都解決不了虧損 加上年終獎金 仍舊高達四點四個月 引發外界踏伐 現場有人暴怒 開了第一槍 講出心裡話 其餘股東們也不忍了 又是拍桌 又是三資金 股東們會這麼氣 實在是台電不僅虧損連連 股價更是低到買不掉 不少股東們喊出全面關股話 要求公司買回股權 台電還是會在做相關的研議 不過這期還是要涉及到 因為我們民股的股東也蠻多的 那再來就是收購的價錢 滾動檢討的結果 就今年的負債 大概稍微的有上修 會到四一一九 台港陸下除了台北桃園跟高雄 都屢屢傳出停電 虧損不斷又有年終爭議 用電高峰還沒到 名神怨言就已經達到領接電 記者黃孝瑋的證書SNG參訪到